政府推出生活援助金的本意是要帮助国内低收入家庭 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不过有部分受惠家庭的丈夫被发现把钱用在别的地方 因此政府决定修改部分申请条件 包括改由妻子来领取援助金 此外 政府也推出改良版的生活援助礼券 受惠者可以到国内任何一家银行将它兑现成现金 Jedi Suhaila在国会发言时提到 由于国家储蓄银行是唯一能够兑现礼券的银行 结果导致国家储蓄银行挤满人潮 有刹那月的援助金受惠者甚至被迫在银行内苦等 此外 财政部副部长达段阿美如电表示 第一阶段的生活援助金在今年三月份派发以后 当局发现部分身为一家之主的丈夫 在收到援助金后并没有把钱花在家人身上 当局于是决定修改部分申请条件 包括改由妻子领取援助金 他也补充 为了方便居住在沙巴和沙越郊区的受惠家庭 当局将安排把生活援助金直接交给受惠者的手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